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困苦和不决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为什么现在喜欢占人便宜或者故意赖账的人很多 那是因为不明因果 不信因果 才无所畏惧 但因果不虚 不管信不信 因果定律就如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 主宰着我们的生生世世 吃亏是福 占便宜和赖账是货 欠下的迟早是要还的 钱怎么来就怎么去 生活中大家会发现那些欠债不还的人 生活会变得越来越贫困 我认识一位生意人 刚开始创业时 艰苦奋斗 诚实守信 从不拖欠货款 在业界口碑极好 几年来积累了千万财富 随着财富的增长 他贪心越来越重 有钱却要找各种理由扣押 拖延别人的货款 生意越做越差 几年来 他还向身边的朋友借了数百万元 后来朋友们想要把钱要回来 他终于露出丑恶嘴脸 起初耍赖拖延 我没钱还 不然你们去起诉吧 朋友们施加压力 他就说 你别逼我 你把我逼死都没用 欠债不还 他发财了吗 以前他的生意确实做得不错 但这几年 做什么亏什么 各种连剧本都不敢这么编的意外 都会蹊跷地发生在他身上 仅仅几年时间 他变得贫病交加 穷困潦倒 为什么会这样 现代科学没法解释 但我们的老祖宗 早就在礼籍大学中告诉我们 祸不而入者 亦不而出 就是说不正当得来的财富 也会以不正当的方式散失掉 钱怎么来就怎么走 钱怎么来就怎么去 不义之财不仅留不住 去时往往是加倍去的 还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 不义之财祸言子孙 不义之财叫横财 横财不仅会给自身赶着横货 还会给自己 家人和后代招来灾祸 这是一位朋友讲述他伯母的真实故事 那年伯父帮亲戚拆房子 墙倒下来砸断了腿 在住院的时候 伯母去交医药费 在他前面有个14岁左右的男孩 拿钱时掉了一卷钱 伯母立马用脚踩住钱 男孩走了 他捡起钱 后来男孩回来找 问到他 他说没捡到 好像是70块钱 在那个一毛四分钱一斤米的年代 70元是一家人半年的粮食钱啊 男孩一边哭一边说 谁捡到分一半给他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双亡 舅舅舅妈收养我 现在钱丢了 只有死路一条 在这种情况下 伯母都没交出钱 男孩在回家的路上 跳池塘自杀了 自从那件事之后 伯母大儿子就得了癫痫病 发作时打父母 打碎家里值钱的东西 二十几岁时去河边洗衣服 发病掉河里淹死了 他的二女儿温柔漂亮 找了对象 没结婚就生病 花了很多钱也治不好 后来怀孕 孩子没出生 二女儿就死了 几年后 伯母也患胃癌去世 她的小女儿 前几年也得了一种病 严重脑萎缩 您看 钱财没了 甚至把自己子女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原因在哪儿 横取人财惹的祸 钱不干净惹的祸 所以太上感应篇说 又诸横取人财者 乃及其妻子家口已当之 见至死丧 各种瞒霸他人财物的人 上天就会估算他的妻子 子女和家人 来让他遭受相等的报应 渐渐至于死亡 此生不了债 披毛带脚还 三世英国文说 今生牛马为何因 钱是欠钱不还清 历史上有不少记载 欠钱不还的人投胎为断母来偿还的势力 县史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真实故事 在湖北杨新县 有个叫张明的男人 40岁还没娶到老婆 1970年 他借了同村徐老汉300元钱 说好当年归还 不料他生病了 更是穷困潦倒 拖了三年也没还上 到了1973年的冬天 张明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感觉自己死期将至 心里惦记着欠钱的事 于是很难过地对徐老汉说 徐大伯 我借了你300块钱 看来这一辈子是还不了了 我死后投胎为一头 没有尾巴的猪到你家为你还债 徐老汉看他已经病危 却还不忘还钱的事 很是感动 对他说 你不要把300块钱放在心上 更不要说下辈子当猪来还钱的话 这会折我的瘦的 你好好养病 不要想太多 过了不久 张明就病死了 钱没有还上 到了1974年春天 徐老汉家里养的老母猪下了七个小猪仔 最小的那个小猪仔生出来就没有尾巴 因为这头小猪没有尾巴 所以卖不出去 徐老汉只好自己养着 一天下午 徐老汉闲来无事 看着那头没有尾巴的小猪正在吃食 突然想起张明说的那些话 难道这头没尾巴的猪真的是张明来投胎还账的 于是想试试真假 冲着喊道 张明 你过来 没有尾巴的猪听到后 竟然像听懂了 跑到徐老汉跟前来 还用猪鼻子拱拱徐老汉 徐老汉感觉很是惊奇 但看到猪懂事的模样 心里了然 顿时难过起来 他一边摸着猪一边说 张明啊 我叫你不要把三百块钱放在心上 叫你不要当猪来我家还债 你为什么不听呢 你这样做 我心里很难受 你去吧 算你还了账了 这只猪听了徐老汉的话后 乖乖地回到猪棚里继续吃食 奇怪的是 这头猪并没有病 但第二天早上却死了 很多老赖 以为只要赖着不还 就真能赖得掉 事实上 即便是债主不要了 可这因果报应也是赖不掉的 所以做人切磨欠债去 不然披毛带脚还 就是欠债不还的最终下场 这世界的一切 哪有无缘无故的富贵贫贱 凶极受邀 都是一环扣一环 权力钱财 低不上上天的安排 泰山感应偏云 取非易之财者 譬如漏谱救鸡 咎咎止渴 非不赞保 死亦极之 夺取不易之财的人 就像吃有毒的肉来救饥饿 喝有毒的酒来止渴一样 不但不能暂时填饱肚子 死亡也会随即到来 好多人不相信 有人说 你看某某某 欠钱不还 怎么都过得好好的 别着急 道德经说 天网恢恢 树而不漏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你懂得四季变幻 懂得长久未斑 沿有五彩斑斓 让我留恋 让我葬身于你的 止寒温暖 我是春去秋来 只会饮酒循环 看过草长银飞 直至紧长直短 每天肥色难免 想着红红之眼 然后自命不凡 自已风唐横满 你陪我走过三年 看过蜡月十三 看过紧着群羽 经过阴晴月满 我却踏雪寻美 然后英雄这段 不见你起初可怜 辗转 难眠 难眠 如今两城好近 你却自去惊艳 没了痛苦深渊 我不再隔江长晚 你却散落人间 寻不到灯火阑珊 我将清晨温酒 与你看日出夜暖 我原是道貌而然 经你似水流年 你陪我日出而息 为我驱寒温暖 愿你百岁无忧 肆无忌大安管 但他沧海桑田 你仍是四月人间 而今两城好奇 你却是洒满天边 我向你写酒踏月 共享薄牙绝旋 共赴高山流水 死后奇挂东南 一世万物生长 长出昙花涌现 我不再烈酒肝胆 不再兜蜜而闲 退续满身疲倦 平凡而勇敢 而你白衣轻叹 小楼庄悬 淡妆浓膜 在水一边 你仍是小楼庄河畔 我亦是刺激少年 共感风华雪月 与你西窗共检 小看人 世间 福了 贵 毁丽 贵 编